内地媒体报道,互联网存款行业势必迎来规范,在蚂蚁集团下架全部互联网存款产品后,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跟进,百度旗下到小满金融,腾讯旗下的腾讯理财通,葵程旗下的葵程金融APP,也全部下架了互联网存款产品。 报道提到,从京东金融相关人事处了解到,当前根据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存款业务的关注,京东金融APP已停止新增上线互联网存款产品,停止新用户购买相关产品,并已对全量客户和业务进行稳妥有罪地调整,相关产品将只对已购买产品的用户可见,已购买相关产品的用户不受影响。 未来,京东金融将密切关注,相关监管政策和指导意见,认真落实,报道指出,近年内地商业银行,尤其是中小银行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存款产品,成为一种新的趋势。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透露,加总目前11家投报平台上展示的银行, 涉及存款在售的银行50多家,绝大部分为中小银行,单户存款金额大都在50万元人民币或以下。 孙天琦在11月的数码金融领域监管科技探索与应用研讨会上表示, 互联网存款业务带来涉及存款营销行为,违规宣传存存款保险保障, 地方法人银行突破地域限制剪业,中小银行流动性管理面临挑战等问题, 并且12月15日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, 他提出,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此类金融业务, 属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,也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。 此后,多家互联网公司设效互联网存款产品。